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天佑不但没有感到甜蜜 反而很苦恼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她喜欢这个女孩已经大半年了 两人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因为女孩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完成了才能见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马天佑今年22岁 是位农村小伙 一年前来到了县城 通过老乡介绍在商场当保安 上班不久后 马天佑发现同事们都爱刷直播 她也学着刷直播 并且喜欢上了一个叫小倩的女主播 这小倩人长得漂亮 歌唱得好听 每当有人打赏 她都会说一声 谢谢亲 么么哒 有时候还会松上飞吻 很快马天佑就被小倩给迷住了 为了吸引小倩的注意 马天佑开始学着打赏 而每次打赏 她都会得到小倩的飞吻 这让马天佑陶醉不已 为了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马天佑开始疯狂打赏 有时候是价值四百多的直升机 有时候甚至是价值一千多的独角兽 果然 小倩也注意到了马天佑 收到打赏后呢 不仅送上飞吻 还会泡用媚眼 这时间一长 马天佑爱上了小倩 虽然小倩也会给其他粉丝送飞吻 但马天佑觉得 她跟别人不一样 为了进一步接近小倩 马天佑提出加微信 没想到小倩居然同意了 这样一来 马天佑更是把她当成了女朋友 马天佑经常找小倩聊天 可小倩呢 有时候很热情 有时候却好几天都不回复 渐渐的 马天佑不满足光是微信联系 她提出想见面 可小倩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马天佑感到很苦恼 有一天 小倩突然告诉马天佑 公司正在考核业绩 如果她能帮忙刷礼物 刷到榜一 就同意见面 马天佑连忙说 包在我身上 没问题 可话说得容易 做起来难啊 因为马天佑 发现自己没钱了 马天佑的工资本来就不高 自从给小倩刷礼物 每个月都是月光族 之前还通过预支工资 或找老乡借钱来维持 但没多久 再也没有人肯借给她了 为了实现诺言 马天佑一咬牙 在网上接了高利贷 没多久 马天佑网贷的五万元钱 就全花光了 为了帮小倩冲刺排名榜第一 她咬咬牙 又网贷了五万元钱 马天佑为讨好小倩 倾其所有 那么她付出了这么多 小倩会同意跟她见面吗 终于在当月的最后一天 小倩冲上了榜衣 马天佑赶紧约小倩见面 想为她庆祝 但小倩不仅没有答应 还告诉马天佑 自己只是随便说说 这马天佑一听 顿时懵了 想到自己为了帮小倩冲榜衣 还欠着高利贷呢 可到头来 却只是一场空欢喜 情急之下 马天佑骂小倩是个骗子 小倩理直气壮地说 我骗你什么了 还不是你自愿的 我有那么多粉丝 冲到榜衣 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吗 马天佑顿时感到 哑巴吃谎年 有苦说不出 她争辩说 为了帮你 我带了高利贷 既然你没打算跟我见面 就把钱还给我 小倩听后便说 我可没让你去见高利贷的 那是你自己的事 跟我无关 说完 小倩就把马天佑拉黑了 这个时候 马天佑总算是明白 自己的满怀深情 其实只是一厢情愿 马天佑感到欲哭无泪 十万块就这样打了水漂 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就去直播间 骂小倩是个骗子 可没想到 小倩却含沙摄影地说 感谢大家的帮助 让我冲到了榜衣 但有人啊 却认为这是她一个人的功劳 还来邀功 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评论区顿时炸开了锅 大家纷纷嘲笑马天佑 马天佑招架不住就撤了 丢下了一句话说 你不还钱 我就报警 那么面对人才两空的处境 马天佑会怎么做呢 马天佑对小倩彻底死心了 他思前想后决定报警 这时马天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跟救命稻草 那么究竟是谁打来了电话呢 原来打电话的人自称是刘警官 他告诉马天佑 有人举报小倩涉嫌诈骗 警方已经立案调查 正在收集证据 马天佑一听 连忙说了自己的遭遇 刘警官安慰他说 你的情况我们已经记下了 你就在家等消息吧 我们会帮你把钱都追回来的 挂完电话 马天佑觉得安心多了 可几天过去了 小倩还是照常直播 马天佑坐不住了 便打电话去问刘警官 刘警官告诉他 这个案件涉及面广 需要到外地调查 但是办案经费呢 还在走审批流程 马天佑一听 着急地问 那办案经费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刘警官说 这个可不好说 我们的案件太多 要排队拿经费 虽然钱不多 但我们不可能自己垫 你呀就耐心等着吧 马天佑一心想着 赶快拿回被骗的钱 便主动说 我帮你们垫吧 你们赶紧调查 等追回来钱 再一起拿给我 刘警官犹豫了一下 便同意了 马天佑在网上 又借了两万块钱 打给了刘警官 打完钱后 马天佑松了一口气 那么马天佑能否如愿以偿地 拿回所有的钱呢 几天后 刘警官告诉马天佑 他们去了贵州云南 但是涉案人数较多 分不较广 垫付的钱呢 也花得差不多了 现在还在等金费省批 马天佑一听还差钱 就告诉刘警官说 钱的事不够我可以再垫 你们一定要抓紧破案啊 挂完电话后 马天佑又带了三万块 转给了刘警官 一个星期以后 马天佑看到还是没有消息 便主动询问进展 刘警官告诉马天佑 我们这个星期又去了长三角 案件调查的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就剩东三省没有去 经费呢 还有一周就批下来了 到时候我们再过去 马天佑又问 还差多少钱 刘警官告诉他 还需要五万块 马天佑心想 这经费呢 也快批下来了 也不差这一点 于是呢 马天佑又主动 转给了刘警官五万元 算下来 马天佑一共 转给了刘警官十万元 不知为什么 这次转完钱后 马天佑隐隐地感到 有些不安 第二天 马天佑打电话给刘警官 可没想到关机了 震惊之下 马天佑终于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这回啊 他毫不犹豫地报了警 警方根据手机号码注册信息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并通过定位信息 很快将其抓获 那么这个冒充刘警官的人 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会骗马天佑呢 他又是怎么知道 马天佑向小倩追款的事呢 在看守所里 被抓获的假警官 交代了犯罪的全部经过 原来 这个刘警官名叫徐奇 也是小倩的粉丝 那天 他也在直播间 他看到了马天佑 要求小倩退钱 并声称要报警 于是啊 便决定趁机设局诈骗 徐奇通过直播间的账号信息 找到了马天佑的手机号 以刘警官的身份 打电话给马天佑 果然 马天佑真的上了沟 骗了几次后 徐奇害怕迟早会被发现 就关了机 躲了起来 没想到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他终究没能躲过 公安机关的搜捕 很快 公安机关将案件 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院以徐奇 涉嫌招摇撞骗罪 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徐奇的行为 难道不是诈骗罪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典 招摇撞骗罪 与诈骗罪的区别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招摇撞骗罪 是指为谋取非法利益 假冒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的身份或职称 进行诈骗 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 及其正常活动的行为 而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 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 公司财务的行为 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 首先从侵犯的课题上看 招摇撞骗罪 侵犯的是国家机关的威信 和正常活动 而诈骗罪 侵犯的是公司财产的所有权 其次从刑罪手段上看 构成招摇撞骗罪 必须有冒充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的身份 或者职称的行为 而诈骗罪并没有这样的要求 本案中 徐奇冒充警察 多次骗取马天佑的现金 共10万元 情节严重 他在主观上 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客观上实施了冒充警察 招摇撞骗的行为 侵犯了国家机关的威严 及其对社会的正常管理活动 应当构成招摇撞骗罪 最终 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徐奇构成招摇撞骗罪 判主其有期徒刑5年 并退赔马天佑经济损失10万元 最后 马天佑用徐奇退赔的10万元 还了部分的债务 但花在小倩身上的钱 确实要不回来了 因为马天佑打赏小倩 是想取悦小倩 加深两人的感情 打赏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 并不构成法律上的诈骗 马天佑无法要回打赏的钱 可因此欠下的债务却不得不还 他只能每天起早贪黑 多打几份工 慢慢地把这笔钱还完 马天佑为了获得女主播的青睐 四处负债 被女主播拒绝后 为了要回钱财 又陷入新的骗局 最终落得个人才两空 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件 也是发生在女主播和粉丝之间 但结局却更加地悲惨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案件呢 男子为得到女主播的爱情 打算清除障碍 只有梧桐死 他们才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 不料女主播事先留下的案号出错 导致男子杀死的竟不是情 李明君告诉杜小娟 她误杀了梧桐的父亲 公安机关将二人全部抓获 可女主播并没有实施杀人行为 她是否扣成反罪呢 爱上女主播 法律讲堂正在 2019年的一个清晨 南方某居民小区里 从外面打完通宵麻将的梧桐 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往家走去 她刚打开门 就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她看到父亲卧室房门大开 赶紧跑过去 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只见父亲躺在卧室的床上 房间里到处是血 显然父亲被人杀害了 梧桐顿时傻了眼 赶紧拨打120并报了警 因为昨晚跟妻子杜小娟发生过争吵 妻子这时并不在家 梧桐马上打电话叫她回家 当杜小娟回到家时 警察和医护人员早已经来到现场 医生经过检查 发现老人已经失血过多 早已死亡 警察经过现场勘查 发现门锁被撬坏 但没有丢失物品 梧桐告诉警察 昨晚他跟妻子吵架了 妻子父亲离家后不久 他就到朋友家打了一宿的麻将 而杜小娟也说 他跟丈夫吵架后 一气之下住进了酒店 直到梧桐打了电话 才知道家里出事了 警察经过核实 发现两人说的呢 都是事实 而且老人生前性情温和 与人为善 跟家里人也没什么矛盾 那么究竟是谁杀了老人呢 几天后 事件报告出来了 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原来老人是被锐气刺破心脏 导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法医在老人的支架缝里 提取到DNA 经过比对 发现与一位 有盗窃前科的男子相辅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他要杀害老人 此时他又在哪里呢 警察很快调查清楚 这个人叫李明君 36岁 曾因盗窃坐过牢 出狱后 在气修厂做气修员 事发后 李明君没有去上班 李明君的同事告诉警察 李明君有一个 网络主播女朋友 叫美美 但是呢 大家都没有见过面 看来 美美就是李明君的女朋友 找到她 一切遗团就会解开吗 警察很快调去了 李明君的账户信息和通话记录 并查到这位女主播的 实名制资料 没想到 这个女主播不是别人 竟是无通的妻子杜小娟 杜小娟怎么成了 李明君的女朋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快 警察传唤了杜小娟 当警察把两人的通话记录 拿出来时 杜小娟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惨白 踢头沉默了好一会儿 终于说出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 杜小娟和丈夫无通 是惊人介绍认识 结得婚 两人也没什么感情基础 婚后啊 两人都没有工作 无通呢 游手好闲 过着啃老的日子 一个偶然的机会 杜小娟做起了直播 为了吸引粉丝 她谎称是单身 没多久 杜小娟就凭着漂亮的长相 和动人的歌喉 有了众多的粉丝 无通一看 妻子杜小娟火了 并由啃老变成了啃老婆 变本加厉地催着她直播 杜小娟觉得 无通只是把她当成了摇钱树 她感到只有粉丝 才是真心地喜欢她 在众多的粉丝中 有一个叫阿君的 每次在直播间刷屏打赏 时间一长 两人熟络起来 加了微信 再后来啊 李明君对杜小娟 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这个李明君啊 三十多岁 单身 虽然没有大富大贵 但他对杜小娟 却是出手大方 一米八的大高个儿 浪漫体贴又幽默 杜小娟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两人很快成了恋人 杜小娟害怕丈夫发现 便以当公主播为由 偷偷摸摸地约会 而李明君呢 也很配合 可没想到 一个意外 打破了杜小娟 平静的生活 一天 杜小娟正在直播 突然有位粉丝质问她 是不是结婚了 还放上了她和丈夫 无通的结婚证照片 杜小娟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 慌张地关掉了直播 就在这时 李明君打来电话 要求见面 见面后 李明君掏出了一把刀 说杜小娟骗她 要与她同归于尽 杜小娟吓得 赶紧跪在了地上 痛哭流涕 李明君看到哭得 梨花带雨的杜小娟 心一下子软了 她放下了刀 杜小娟告诉李明君 她和无通并没有感情 无通只是把她 当成了摇钱树 在自己爱上李明君后 杜小娟决心离婚 可当她提出离婚时 无通对她是拳打脚踢 并且扬言除非她死 否则杜小娟别想摆脱她 杜小娟从此 再也不敢提离婚 但又舍不得离开李明君 只好两头瞒着 看着杜小娟身上的瘀青 李明君咬牙切齿地说 既然她想死 那就成全她 杜小娟吓坏了 可李明君却告诉她 只有无通死 他们才能过上 幸福安稳的生活 她认为 只要计划周密 就不会被警察查出 即使将来被发现了 也绝对不会连累杜小娟 杜小娟想了想 没有再反对 事发当天 杜小娟特地买了一盆植物 放在自己卧室门口 作为暗号 以便李明君准确找到 杜小娟的丈夫 无通顺利杀害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杜小娟故意跟丈夫吵架 借机升起离开家 然而杜小娟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李明君最终杀害的 竟不是她的丈夫 无通 当天晚上 杜小娟故意跟无通吵架 借机离家 半夜 李明君潜入了杜小娟家 伺机杀害无通 正当杜小娟在酒店坐立不安时 接到了李明君的电话 李明君告诉杜小娟 他误杀了无通的父亲 杜小娟一听 一下子懵了 明明临走前放了盆花作为暗号 怎么会杀错了人呢 但不管怎么样 大错已经铸成 只能将错就错 两人商量 让李明君先到外面躲风头 而杜小娟假装不知情 以后的事走一步 看一步 当警察第一次来调查时 杜小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以为这样就可以蒙混过关 可没想到 警方根据事检报告 查出了李明君 还找到了杜小娟 面对确凿的证据 杜小娟只好说出了全部的经过 并交代了李明君的下落 李明君被抓后 知道事情已经完全败露 对于犯罪的行为 供认不讳 那么李明君要杀的是 杜小娟的丈夫 为什么会把杜小娟的公公 给杀了呢 原来案发当晚 李明君潜入杜小娟的家 根据杜小娟放在房门口的花 很快摸进了杜小娟的房间 他看到床上有人睡得一动不动 确认这是杜小娟的丈夫 便举起刀狠狠地捅去 床上的人被扎醒 条件反射地 一把抓住了李明君的手 李明君一慌张 抽出刀又猛地捅了好几刀 直到感觉被抓的手松开了 才发现杀死的是一位老人 李明君发现杀错了人 慌乱不已 打电话告诉杜小娟后 就逃到了外地 等杜小娟回家后 他发现放在自己卧室门口的花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移到了公共房门口 这才恍然大悟 根据李明君指认 警方找到了他丢弃的刀具 警方同时也向梧通证实 事发当晚 是梧通嫌杜小娟新买的花 放在卧室门口碍事 便把花挪到了父亲的卧室门口 案件至此 终于是真相大白 李明君潜入了杜小娟的家 想杀秦帝梧通 但没想到梧通无意中 把杜小娟特意设置的暗号 那盆花 移到了父亲的卧室门口 导致李明君误杀了梧通的父亲 李明君被抓后不久 公安机关也拘留了杜小娟 随后检察院对两人 以故意杀人罪 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庭审中杜小娟的辩护律师提出 案发时杜小娟不在现场 也没有实施杀人行为 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那么杜小娟是否构成犯罪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典 共同犯罪中的重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27条规定 在共同犯罪中 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重犯 对于重犯 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或者免除处罚 法院审理认为 杜小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杀人 但她把家里房间位置的情况 告诉了李明君 还为李明君设置了案号 这为李明君杀人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帮助犯 构成重犯 最终 法院判决李明君构成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而杜小娟作为故意杀人罪的帮助犯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得知判决结果后 杜小娟气不成声 她原本只想追求爱情 可因为不择手段 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最终让自己和爱人 都陷入了牢狱之灾 实在是追悔莫及 经过这件事 梧通呢 也家破人亡 父亲无辜忘死 妻子成了杀人犯 面对空荡荡的乌子 梧通也深深地陷入了自责 她心里知道 造成今天的局面 她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观众朋友们 粉丝和女主播之间的爱情 让人充满遐想 不少人为此做出了疯狂的举动 在这两个案件中 一个是坠入自己编织的情网 却遭到了欺骗甚至诈骗 一个是为爱情铤而走险 不惜走上犯罪的道路 直播是一种商业行为 女主播切记通过贩卖感情 来谋取利益 而作为粉丝呢 也要认清楚直播的性质 不要把商业行为 当作感情来处理 更不可为了追求 所谓的爱情 逾越法律的底线 好了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女子辞职后又回原公司上班 可男上司的疯狂骚扰 让她心烦意乱 为于女子旧情复燃 男上司将与女子曾经的婚外情 透露给其男友 闯下大祸的男友主动投案自首 那么男友的行为该当何罪 男上司又会面临怎样的结局 不该联系的前任 下棋过头